對 我相信你們一定會問 怎麼就選擇了南非 30幾億年前 在地殼運動的作用下 這裡形成了一片一片 大小不一的 小島 準確一點來說 是很多小型的路塊 岩石 這些路塊在板塊飄移的作用下 彼此的距離 也越來越近 在這漫長的30幾億年中 慢慢的聚集 最後形成了 非洲大陸 在這塊大陸上 有著悠久的人文歷史 壯闊的自然景觀 迷人的野生動物 同時 他更是人類的起源地之一 而南非 就位在這塊古老大陸的最南端 我想以這個國家 作為我們國外騎旅的第一個地點 另外方面的意義 也代表著 我們跨出了探索世界的第一步 除了紀錄下沿途的人文地理 更讓這趟騎旅 成為我們 騎摩托車 探索世界的 起源 起源 好 他在家裡面 有人在輪子直接爆開 他放太久 然後他的那個輪胎 已經裂開了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的地板 我們剛才去問了那個後面 家裡面後面的五金行啊 什麼的 已經沒有在賣這個輪子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 趕快補救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去買那個電揮寶 萬能的電火布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它滾一滾 然後 今天是2月8號的下午 3點 3點45分了 我們要搭 今天晚上10點的飛機 所以我們等下綁完之後 我們就要趕快馬步停蹄了 準備前往我們這個桃園國際機場 然後去給他好好的報道一下 那現在呢 我們就趕快先把這個給他綁一綁 因為其實10點有點趕好不好 等下綁完之後呢 我們準備出發的時候 我們在車上再跟大家來 好好聊一聊 這次為什麼要去南飛 以及這次我們的行李 到底準備了什麼東西 準備出發 Good YoYo 是魯特 終於來頻道第一次國外騎旅了 如同大家看到的標題 國外騎行 魯特會以技為單位 之後在頻道上 也會開始往國外探索 而第一季 我們準備前往南飛 我們現在人來到了 機場了 準備要進去了 狗哥 掰掰 有飯嗎 掰掰 有啦可以可以 掰掰 掰掰 好啦你們趕快回去啦 小心開耶 掰掰 掰掰 說老實話 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我可能只花了不到一分鐘 就決定要去南飛騎車了 看到行李箱 都因為太久沒有出國 滾輪都已經脆化了 就知道這幾年 疫情真的把我們逼得很憋啊 所以在決定要出國騎車的時候 心中甚至有一種 不太真實的感覺 人雖然都還沒有去 但是機票訂下去的那一刻 星也像新台幣一樣 飛離了自己 期待出發那一天的到來 目前要前往南飛 是需要簽證的 就如同他的地名一樣 南飛 真的很難飛 原因就是因為簽證會比較難搞定一點 像我們自駕遊的旅客 需要把每一天住宿的地點 進3個月的銀行存折 保險證明 甚至還會需要有在地人的推薦函 或是參加活動的邀請函 才會比較好通過 準備好了資料之後 還需要本人到台北的南飛辦事處 親辦 所以在我拿到了這得來不易的簽證之後 心中還是充滿了感激啦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桃園國際機場 這次南飛我們坐的是阿聯酋 因為等一下可能會有點忙 我們要先去櫃檯包到 包到完之後呢 我們還有再上去過海關 所以等一下可能會稍稍的忙一點 不過忙完之後等我們把行李啊 什麼的全部各位可以看到 一大堆有的沒的 超多 我們還戴著車靴安全帽 直接直接 直接用拖運的要拖運過去好不好 就是要去騎車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準備先過去那個櫃檯包到 東西要處理好之後呢 我再來跟大家聊天 好哥 前往南飛的航空公司 這次我們選擇了阿聯酋航空 從桃園國際機場 飛往約翰尼斯堡的 OR Temple國際機場 途中 則是會在杜拜轉機一次 好那接下來我還想說一下就是 南飛嘛 影片的模式呢 我們這一次 我是打算採用就是一季一季的方式 因為之後的出國旅行 我可能會讓它變成常態 那第一季呢 我們就先去南飛 這次南飛 30天嘛 那我預計呢 可能會做21步到26步之間不等 21步到26步之間的影片出來 我的出國經驗其實也沒有到很多 就是日本嘛 大家一定有去過 第二個是義大利 然後泰國大家應該也有去過 越南 大家應該也有去過 我覺得讓我印象比較深刻就是 內蒙古 原因是因為什麼 原因那邊就是太偏僻了 住蒙古包啊 吃那個全洋烤肉啊 那時候那一次之後讓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在我去過的這些國家裡面 我覺得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其中某幾個點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你出國停留的田樹 田樹長的話呢 基本上你就會印象非常的深刻 第二個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地點 像內蒙古就是那個地方就是真的太讓我印象深刻了 就是那邊 哇 整片一望無際的草原 然後在上面騎著馬 要付錢啦 可是騎著馬 我覺得那個 那個感覺真的是非常的自由 當下那個心情真的是非常感動的 所以我覺得 這一次會選擇南非 第一點就是因為 還有點想要跑回去體驗那種 就是你在一望無際的荒野有沒有 草原 或者是沙漠上面奔馳的那種快感 所以我還蠻期待那種感覺 那我們這次的配置呢 有三台機車然後一台保姆車 到了國外我還是沒有忘記舉白 這一次我們在國外騎乘的車輛 很感謝KTM台灣總代理安東貿易 贊助魯特旅費 以及協助我聯繫 遠在南非的KTM Group 最後提供了我們在南非的這個月中 即將騎乘的車輛 2023年4的KTM 890 Adventure R 終於換我騎到最新的車車了 也讓我雖然還沒有牽到車 但是心裡早就已經非常期待那一種 騎著890 Adventure R 駛城在非洲大陸的那個畫面了 另外在這趟旅程中 也要很感謝Alan的岳父 Jack 借了我們另外兩台KTM 一台是換上了多功能胎的KTM 1190 Adventure 另外一台則是從過去KTM 950車系進化而來的 KTM 990 Adventure S 超過5000公里的旅程 我們即將讓這幾台的橘白 載著我們穿越非洲大陸 KTM 990 Adventure R KTM 990 Adventure R 出國的這個計畫的時候 我二話不說 二話不說是不是 我直接問他 你差多少跟我講 一個金額 我再考慮一下 對 一切是有考慮 只是我們一點黏薄之力 我覺得這是一個人類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小步 沒錯 就是他們一定要參與到這一part 對對對 在公路上第一個被獵豹追的台灣人 可能就是你們了 我蠻希望會被追的 希望有看到 那你可能會跑輸喔 89ATVR應該是一台好車 應該是不會跑輸 是啦 你們在高速公路上應該不會跑輸 在他的底盤可能會輸 可能會跑輸 對可能會跑輸 這次魯特其實也很感謝我們位在台東的好朋友 普悠瑪一節租車 當愛心覺羅努爾重停 得知我們要前往南非 幹一票大的時候 馬上毫不猶豫 直接提出說 一定要贊助我們旅費 這麼挺 大家如果下次有到台東 一定要好好租台重機 遨遊東台灣的 除了普悠瑪這邊的贊助之外 還有我個人的贊助 這邊為您公眾的介紹 安多精品 經典中央免洗內褲 俗話說得好貼心如重停 怕我這個雨神到了南非之後還要雨戰 濕內褲是小事 長屁鬥就慘了 簡直是太得不償失了 所以最後還bonus了紙內褲五路以包 讓我在南非 萬一碰到雨戰 全身都濕的狀況下 還可以快速的換內褲 從此批鬥遠離我 感謝安多精品 沒有贊助 是普悠瑪一節租車贊助的 不是 我獨家贊助 是普悠瑪一節租車裡面的 愛心絕羅魯二重停贊助的 我獨家贊助的 感謝感謝感謝 這個我會帶去 然後這帶回來還你的 哈哈哈哈 掰掰 掰掰 在我剛剛到機場的時候 我跟我朋友稍微討論了一下 他剛才打電話給我 他跟我報告了一個壞消息 壞消息是什麼 就是約翰尼斯堡現在在下雨 所以我真的是雨神 對啊 因為他們前陣子都說了 前陣子天氣炒啊 對 然後他們還每天出去騎車 去幫我們貪路什麼 對然後還拍照給我們看 對他還說不要開車 然後就 哈哈哈哈 然後跟我們說那邊很熱 然後就我們還要注意防曬物乾燥 結果今天 就在我們搭車要往機場這邊的時候 就接到電話說那邊現在在暴雲 暴雲 而且是下超大的男子 然後會下到什麼時候 會下到禮拜天 然後今天是禮拜三而已 機車旅行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有一台autobi 除了autobi之外 我一直覺得第二重要的東西 就是一個好的防水包 騎摩托車以來 我一直覺得有一個硬需求啦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好的防水包 來防止像是這種情況的出現 所以這次我同樣帶了 Stream Trail Dry Tank 40公升的防水包 容量大 外型好看 重點是極度防水 讓我們的器材 可以很安穩的躺在包包裡面 等我拿出來 同時也很感謝Stream Trail 贊助我們旅費 讓我們包包裡的物品 一路乾燥 甚至連我們國外的朋友 都讚不絕口 你相信這包包是水果 跟新的 這趟騎行 除了我和珍珍以外 還有當地的友人 Alan Alan的岳父 大舅子 幾乎可以說是整家 都跟著我們出去騎車了 而人多也就意味著 會有隊伍被截斷的風險存在 以在台灣的騎車經驗來說 最常發聲 同時也是最惱人的 大概就是在重要的路口 需要轉彎 但是因為車隊被截斷了 所以沒辦法第一時間 讓後方的隊伍知道 所以在這一趟 藍牙耳機對我們來說 也算是一個必備的物品之一 這次很感謝Igogo Sport 施伯特 贊助我們一人一台 CADLE PACKTALK H KTM聯名款 橘的非常有質感 最讓我無法招架的 應該是上面印上的KTM三個英文字 以及那出色的音質表現 在南非的高速公路上 以時速130 語音通話同樣的清晰 同時IP67防水防塵 也可以讓我放心的雨戰 以及越野 讓我在嚴苛的環境下 還可以保持與同伴的聯繫 空拍機呢 我們這次非常感謝極限專賣 贊助我們DJI Mavic 3 Classic 我記得好像是3分之4吋的感光元件 畫質應該是蠻好的 可是拿到現在呢 我也還沒有飛 因為我最近真的都在整理行李 真的太忙了 沒有時間出去飛 首飛 在哪裡? 約翰李斯堡 在這趟騎行中 我們當然也不會忘記 要把我們眼睛看到的一切 全部完整的記錄下來 空拍畫面 一直是我最喜歡的視角之一 可惜的是 就在出發南非的前一個多月 我原本的空拍機 DJI Air 2S 也使用了接近兩年的時間了 這期間也用它紀錄下了很多台灣美麗的視角 在每個禮拜這樣高強度的反覆充電之下 經過了兩年 原本三顆電池 其中的兩顆 也陸續膨脹了起來 所以這一次 非常感謝極限專賣 贊助我們 DJI Mavic 3 Classic 帶平遙控器版 讓我在南非 可以完全沒有後顧之憂 直接飛爆 紀錄下南非的空中視角 同時也用了這台Mavic 3 Classic 拍到了超多野生動物 在之後的影片中 也會讓大家一一的介紹 這個充滿野生動物的迷人國度 是可以飛的 南非是可以飛的 所以我們就最近這兩天到的時候 我們再過去 然後去那邊試飛一下 也沒有在都市裡面騎 我們也會在郊區 甚至是整個都是土路的地方 就是荒煙漫草 上面就是有點像沙漠 這是在我腦海裡面 因為我是看我在南非的朋友 傳給我的那個探路的照片 那就是整個全部一望季的沙漠 有點草原 講完了空中視角 接下來輪到地面上的視角 這次很感謝正成集團 贊助我們GoPro 11還有GoPro 11 mini 搭配上最新的enduro電池 續航比起以前的電池 真的好上了不少 我們正成集團 這次也非常感謝他們 贊助我們GoPro 11還有GoPro 11 mini GoPro 9、GoPro 10、GoPro 11都有 那我覺得GoPro 11 相比上一代的GoPro 11 感光元件同樣也是變大 同時他還加入了一些 像你可以拍新軌、車軌、光繪、機車旅行 很好用 運動相機有一個好處 就是體積很小 你把它掛在哪裡都可以 讓我這次可以很放心的把騎行過程 全部都交給GoPro 更是拍到了很多 我從來沒有想過的畫面 騎摩托車的畫面 絕對不是什麼問題 紀錄下整個南非壯闊的風景 然後獵豹就在你旁邊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獵豹 還蠻期待的 而為了充實影片的內容 一直以來我就有在使用Insta360 甚至可以說是他的忠實粉絲 尤其是X系列 從第一代到第二代 再到現在進化成超大螢幕的第三代 Insta360X3 優秀的畫質 加上拍攝時的角度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極限 讓我這一趟玩飛行閃 大百年公車 爬桌山 當然還有騎到好望角時 那一種掉淚的感人時刻 他都在身邊 幫我們完整的記錄了下來 簡單的架設之後 回到家再用後製軟體重新調整視角 真的可以讓我在現場拍攝的時候 省去很多的時間 原本在南非我們騎的890 Adventure R 是會貼上一份帥氣的彩貼的 而這份彩貼 則是交給之前幫橘白抄到新衣的 PB Design好老闆 但是在出發前的兩個禮拜 我們得知了這次騎的890 Adventure R 是最新的2023年樣式 在2月初的時候 國內外都還沒有這台車的彩貼版型 所以最後只好隱恨請老闆幫我們印出這次贊助商的貼紙 而至於那一份屌刀爆的彩貼 我們就留到接下來要去的國家 再貼就好了 搭上飛離台灣的飛機 也宣告著我們正式展開了這趟南非騎行 這次真的很感謝以上的贊助商 尤其是當我們跟他們提出 我們要去南非騎車這個想法的時候 他們都表示大力的支持 而魯特也和他們談好了一點福利 也想要在這邊回饋給大家 所以在看完這部影片之後 在留言區留言 我愛IgogoSport 買CADLE找斯伯特 我會在一個禮拜之後 抽出一台CADLE PACKTALK EDGE 相信這次有這8個贊助商的支持 可以讓我們這趟騎行更加順利精彩 在接下來的影片中 也會持續有各個贊助商提供的福利 還請大家一定要繼續支持囉 我們現在人到杜拜了 其實我們來的時候是半夜 我們要在杜拜這邊大概5個小時 現在時間 杜拜當地時間8點20分 我們等一下要搭這邊時間10點10分的飛機 那很剛好就是我們從桃園飛到杜拜這邊的時候 我們停的這個行下呢 是第三行下 這個行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行下 剛剛試圖想要去繞一下 但是 從最頭要走到最尾真的是他媽太遠了 所以走不完 所以我們又找了一個地方休息 整個杜拜我覺得 哇 不愧是世界上最大的行下 後面你們都可以看到我後面這個 這一大片落地床 整個全部都是這個落地床 所以當白天來到這邊的時候呢 整個採光是非常好非常棒 然後外面就可以直接看到飛機 給各位看一下 從我們這個座椅身後看出去呢 就是這個風景 下面的地勤人員呢 還在很努力的弄行李 接駁車 然後飛機就在這邊 可是這一台應該不是我們等一下要搭的 我們等一下要搭的 還不知道在哪裡 現在坐著在這邊 坐了應該已經兩三個小時了 在等那個什麼 旁班資訊出來之後 看哪一個登機門 我們就要準備過去那個登機門等 經過了大概九個小時 我們從桃園來到了杜拜 在這裡我們又等了大概五個小時的轉機時間 接著 我們也準備再搭八個小時 從杜拜 飛往約翰尼斯堡了 我們終於到了 經過不知道多久我終於到了 等一下我們就準備踏上南非的土地了 在我們抵達約翰尼斯堡的時候 大概是當地時間的傍晚六點 我們終於和這一趟 要帶我們去南非騎行的其中一位 導遊 見面了 歡迎來南非 我歡迎來南非 我真的怕你們出來的時候這個已經 你該是不是舉很久了 對啊 我看起來怎麼還沒有來 4點半要降落啊 這位是我的朋友Alan 相信如果你有看到上一部影片 應該是對他不陌生啦 娶了一位很漂亮的南非老婆 然後呢 跟我們出去度蜜月一個月 所以我們都笑稱在出發騎摩托之後 他就開始展開了他的千里巡漆 剛下飛機的時候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周圍的溫度沒有我當初想像的那麼炎熱 相反的 穿了一件短褲 還會覺得有點冷 當下其實讓我蠻訝異的啦 2月初的南半球 不應該正是嚴嚴酷暑的時候嗎 怎麼還會有點冷 抱持著這個疑問 直到我查了約翰尼斯堡這個城市的海拔 超過了1700公尺 原來約翰尼斯堡位於一片高原之上 放到台灣來看的話 海拔的高度大概是等於 親近的小瑞士花園 夏天的氣溫大概在18-24度之間 不冷也不熱 算是蠻舒服的啦 在當初我決定要到南非騎車的時候 其實收到了很多觀眾的私訊 大部分都是說南非是一個危險的國家啦 還特別叮囑我說 到時候出門在外要小心 而在我們剛到南非的前兩天 我們會待的城市 就是南非最大的城市 也是觀眾們 私訊我 特別提到的一座城市 同時 這裡也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城市之一 黃金之城 約翰尼斯堡 南非的行政區 有9個省份組成 約翰尼斯堡則是位於面積最小 而人口卻是最多的省份 豪登省 這裡位處南非高原的中央 緊鄰著威特沃特斯蘭德山脈 19世紀末 這裡被發現是南非最大的金礦袋之一 在南非的經濟體中 佔有重要的地位 重要到什麼程度呢? 連南非的貨幣 蘭特 就是以這座山脈的最後四個英文字 RAND 命名 可見它在南非的地位 非比一般 所以這也讓這座城市 在19世紀末 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勞工 還有投資客 到這個地區 開採金礦 人口進而急劇增長 最後在1886年建成 別名 伊高比 在南非語中 有著黃金之城的意思 直到今天 雖然約翰尼斯堡 還是有小部分的礦坑 在持續的開採金礦 但是隨著礦場逐漸枯竭 現在的約翰尼斯堡 也成為了 南非的商業 還有金融中心 雖然不像以往繁榮 但是這裡 仍然還是南非 甚至是整個非洲大陸上 最大 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離開機場 經過了將近20分鐘的時間 我們終於來到了這幾天 行前準備 以及調整時差的地點 位於 約翰尼斯堡的Benoni Ellen的岳父家 終於見到了Ellen岳父本人 Jack 以及Jack的老婆 Mickey Jack在我們在南非的這個月當中 怕我們水土不服 所以會開著保母車 陪伴我們 一起度過第一個禮拜的行程 剛抵達 我們就收到了熱情的款待 直接被Jack 拉到了他在40歲的時候 收到的生日禮物 一個吧台 這個是我岳父40歲的生日禮物 是我岳父送給他 我只能說真的太誇張了 欸我40歲的時候 你要送我一個吧台嗎 那我40歲的時候也有這個 你能跟誰說 跟我觀眾說 南非人超愛喝 南非人超愛喝 這是你說的喔 這是你說的喔 這邊 身為一個南非人 當然呢 也有一個超大的車庫 車庫我剛才抬頭一看 看到了第一眼的 就是非常帥氣的 一個小小的 欸真的很可愛欸 OK 這台就是我們的990ADV 打卡的塗裝 非常的帥 稍微看了一下 這一趟即將騎乘的1190ADV 還有990ADV之後 回到我們的房間 把行李稍微整理了一下 房間真的非常的溫馨 有一個客廳 廚房 以及用矮牆隔出來的臥室 重點是 還有兩隻可愛的貓咪 欸他屁股下好高 反正這隻貓也是 Alan那時候來的時候 然後他們家養的 然後把他帶過來這邊 看得出來非常的健康 喵喵 喵喵喵喵 在放完行李之後 我們接著要幹一件大事 就是去填飽我們的肚子 到Alan運輔家之後呢 我們放完了行李 現在呢 我們準備要去吃晚餐 現在是南非時間的 八點 這裡就是一個 類似商場的地方 但是 你應該可以吃的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南非第一站我們吃的呢 就是一間酒吧 據說是 岳父跟Alan的哥哥呢 他們常來的一間酒吧 那距離我們住的地方呢 其實不遠 從我們住的地方那邊 出發到現在 大概只經過了 三分鐘 五分鐘就到了 好不好 這間叫做 馬克軍提斯 現在就準備來吃晚餐 現在就準備來吃晚餐 哥哥 這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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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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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到 影片嗎 是的 你必须要吃 所以我可以放到YouTube 好 好 我可以把我的帖子放在我的频道 在我们的Facebook page 当然 是的 是的 那是非常棒 非常棒 是的 我们感谢 谢谢 谢谢 好 你看这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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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鸡蛋 但是你必须不要拿鸡蛋 即使你拿鸡蛋 岳父他有跟我们说 就是这间餐厅 基本上在礼拜五 五六制的时候 会完全是爆满的状态 吃一餐 其实跟台湾我觉得差不多 在台湾的消费的话 大概比较偏向于 像是在北部有点消费 酒是不知道多少 不过那个牛排呢 大概就是158 158南非幣 南非幣跟台幣的比值 就是直接 我们就直接看到 那个南非幣的数字 直接乘以二就是我们台幣 那158乘以二 就是大概316块 所以我觉得吃起来呢 跟台湾的物价比起来 基本上不会相差太多 基本上是差不多一样的 那我们就点了两克牛排 然后一个人呢 一杯酒 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像是 餐酒馆那样的概念 应该是还不错 整个环境呢 我还蛮喜欢的 非常的棒 很有气氛啦 重点是里面的 讲的话呢 全部都是 我听不懂的话 他们其实 英语在这边是可以通的 但是他们最主要讲的话呢 主要是讲南非语 荷兰人有来知名嘛 自然而然的 他们最后讲的话呢 就是跟荷兰语比较像 可是又不完全是荷兰语 最主要跟他乐部 还有跟店员里面沟通呢 讲英文 是可以通的 所以我刚才点餐呢 用我那破烂的英文 点了两份牛排 等一下就来吃吃看 看好不好吃 我们的餐店呢 来了 what you talking about don't care 这个是菲力嘛 然后这应该是 啊 这就是岳父说的南瓜 对 然后这个是vegetable 是vegetable的 这是我的牛排 打菜 打菜鱼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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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是菠菜 不知道焗什么东西 焗奶油跟焗起司吧 吃起来的味道 我觉得 是台湾人很喜欢吃的那一种 稍微有点咸咸的 菠菜呢非常的烂 但是它就是蔬菜 所以我觉得 这个还蛮好吃的 在我今天这样吃起来 这个vegetable 是真的好吃的 那种vegetable 因为我开始以为 他会给我那种花椰菜 你知道吗 对 他不是给我花椰菜 他是给我这种菜 吃起来蛮好吃的 蛮赞的 就到报告一下 我们吃完了 我们这个碗已经被收走了 这个 白兰蒂 有点太浓了 白兰蒂 白兰蒂还没喝完的同时 Ellen的岳父呢 又帮我们叫了 Spring Bucket Spring Bucket is coming now OK 他刚才其实啊 还一直问我说 就是要不要再多喝一点 或是再加一 白兰蒂 就是他们会把这一小罐雪碧 分成三等份 然后 每一等份呢 他会加一大杯玻璃杯的白兰蒂 然后倒下去混 对他们一共会喝三杯白兰蒂 然后 配一个这个雪碧 然后我刚才喝到第二个 其实我就已经有点快不行了 因为我等一下还要拉档案啦 等一下还要把电脑的东西弄一弄 这是最主要来的 我们还是明天要去骑车 然后要去领车 所以我们酒就稍微 第一天先试试水温就好了 之后我们比较熟了之后 我们再喝多一点 I just mixed it all in a nice video 大家 我们用这一杯这个Spring Bucky呢 展开我们这趟南非之旅好不好 好大啦 Cheers 欸其实 没有想象中的呢 有一个巧克力的味道 有巧克力吗 有巧克力薄荷味 有一个巧克力的味道 它是有点感冒糖香的味道 有点感冒糖香的味道 有点感冒糖香的味道 对 好吃 好玩 什么好的都是 Lek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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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到了 Lek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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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And this is 60 它就是像台湾 它就是像台湾的高粱啦 六十度的 六十度的 那我刚才喝了这个呢 这个是四十度的 Oh Yeah 味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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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想喝 謝謝 謝謝 他也想要骗我喝 他是骗不了我的 好不好 我现在怎么吃饱了 準備要回去了 準備休息 然後拉個檔案 Cut 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a good evening Thank yo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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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現在吃完 走出來 然後 我目前穿這個短褲短袖 然後再加一件風衣呢 還是有點冷啦 還是有點冷啦 可能大概十 十三度 十四度左右 接下來如果去草原上面野營的話呢 是需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們這張行程裡面 也是會有在草原上面野營的 吃完東西時間也來到了接近十點 帶著時差 我們也回到了Jack家 今天我們從桃園 飛到了南非的約翰尼斯堡 下他在Benoni 明天我們準備和我們在南非的好夥伴 KTM 890 ADVENTURE R見面 然後 好好的給他試騎一下 好啦我承認我就是一個雨神好不好 從昨天來到現在呢 磅磅的大雨 KTM 890 ADVENTURE R I love you 好極好極白 在睡覺之前呢 又端了兩杯來 這三四天呢 有他陪伴我 真的是非常的開心 喝爆其爆 我們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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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在下面下方 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 下次見囉 掰掰